精心的在地調味 美麗的擺盤襯托 吉醬、芒果等在地食材 成為料理比賽的主角 但你能想像嗎 這些美味菜肴 都是由18歲上下的學生隊伍所完成 而今天我們就請台灣美食展 蕭元祖廚藝大賽冠軍 黎明技術學院的三人團隊 為我們講講他們做菜的創意吧 這次菜第一天我們就是 以它的主題夏天為主做發想 所以我們的都比較清爽 所以比較不油膩的菜 那第二天是有鬼頭刀 有角白筍 然後甜點就是小米 所以我們都會以這部分去發想 就是切合主題為主 然後吃得清爽開尾這樣 那最後一天是台灣味 那我們就主要找是夜市啊 熱炒店比較會遲到的食材 所以像我們的開尾菜就有 五味魷魚捲啊 那個三杯啊 就是很常見的食材 鳳梨酥在台灣就是算是很有名的一種食材 然後 藉由這比賽主題為芒果 然後把它跟鳳梨餡拌勻 然後上面貼一個象徵性的芒果乾 用那個台灣去壓抹 評審除了參考創意及好味道之外 飯量、刀工、衛生都是評判的細節 拿到冠軍很不容易 選手們熬夜準備食材 現場限時料理 能堅持比賽都是靠他們對夢想的熱情 當初會選擇獨餐飲這條路是因為 主要是從小看爸爸 因為爸爸也是廚師 所以從小就是自然而然 就會對廚藝方面會比較有興趣 然後學了之後發現 喔原來我是真的有興趣 那我覺得未來 我還是希望朝中山的方向發展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有那種稀釋的精緻啊 然後口味也都可以穿在裡面 對 像我們這次就有使用到馬告 像原住民的在地舞蹈這樣子 那我覺得很多菜都可以融入到台灣在地的東西 因為現在其實菜都越來越稀釋 那我覺得要把台灣的東西發揚廣大 廚藝大賽評審主席此晚春教授表示 相較其他國際比賽 台灣學子們的熱情是相當難得的 勤奮練習刀工耐心準備比賽 並用創意呈現在地特色 這樣的台灣料理精神值得敬佩與喝彩